农历春节即将来临 行政院长陈建仁视察双铁书运 肯定第一线人员的辛劳 不过各界更关心的 这会不会是他最后一次 视察春节书运呢 行李大包小包准备返乡过年 但就怕一票难求 不少民众提前南下 避开尖峰时段 有买到票 只是家人没有办法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就比较分散 我买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票可以选 也没有什么时段可以选的 那有就好了就觉得很高兴了 凡乡人朝路续涌现 行政院长陈建仁不敢大意 小年夜前一天 先来台北车站视察双铁书运情形 不管是高铁也好 铁路也好 或者是国道的车运也好 都做了万全的这一个准备 后呢我们看到 铁路增加了6.5%的这个运量 然后高铁增加了29% 为应应春节书运台铁先前已加开全线234列次 后来又再加开16列次对号列车 整体运能提升6.5%以上 高铁则规划加开461班次列车 运能增加29% 另外尖峰时段南港到台中 区间车将配置多达八节的自由坐车厢 台铁高铁和国道车运都能加开本市 他们已经把最大的仁义跟车厢都破误了 虽然执政党520之后没换 但蔡下赖上陈建仁 郑文灿这一对政府院长 会不会最后一次视察双铁 学术研究呢一向是我的最爱 我希望520之后呢 回到作业研究院继续我的学术研究 先让民众顺利回家过好年超前部署 确保春节安全返乡之路 政治问题过年后再谈 接着陈景吴又安台北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